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休于期间海鲜不断货 盘点一下辽宁有哪些海鲜可以依旧吃不停 武顺高绿村抱团种野菜 走上致富好路子 大伙早日好 我是您的老朋友 大明白郭浩 海洋资源需要保护 每年五六月份全国各地渔政部门都会组织增值放流活动 我们去盘景看看 近日当地将两亿多位对虾苗放归大海 为大海注入新生力的 近日 渤海油田 辽宁海域修复渔业资源增值放流 在盘景启动 上午9点 一艘海洋管理船搭载着大约4000余袋 体长超过1厘米的中国对虾虾苗 从盘景二借沟渔港起航 行驶半个小时到达指定海域后 船上的中国对虾虾苗通过导流槽倒入大海进行增值放流 按照放流的这个苗总的质量的这个要求吧 应该是平均规格要达到1.0公分以上 然后呢 它的这个标准重量呢 就是每500克呢 就是将近3万尾 就是这个水平 现场的每一个袋子中都装有一万多尾的对虾苗 虽然现在它还比较小 但是把它放归大海 经过四个月的伏计休余期到秋天的时候就会长成大的中国对虾了 平均每100只虾苗可以收回来一只大虾 但这个效益也是十分可观的 投入产出比能达到1比10左右 经过多年的跟踪检测显示 中国对虾的回补率能达到1.3%左右 辽宁省于1985年在全国率先开展中国对虾增值放流 至今已持续38年 据统计十三五期间 辽宁累计放流海淡水苗种490亿单位 全省渔业种群资源得到了恢复 水域生态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 大家的共同研究日夜守候 保证了咱们今天放流这个虾苗 规格逐规格大 然后苗又活力又好 这是历年来我们最好的一次 据了解 今年辽宁省将投入各级各类资金 预计达到1亿元 放流海淡水苗种达60亿为 一是海水经济物种 中国对虾输着蟹 主要是增加海洋捕老产量 促进渔民争手 第二方面是海水的小品种 包括日本对虾 赫牙瓶 河豚 海水贝类的 总体规模一亿为左右 主要目的是丰富生物多样性 根据往年数据测算 2022年增值放流的中国对虾 预计回补2800吨 产值约5亿元 增值放流不但能够恢复水生生物 野外种群资源 还可以给渔民们带来丰厚的收入 修鱼期的设立 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海洋生物 从5月1号起 辽宁就正式进入了今年的修鱼期 修鱼期就是规定一段时间内 禁止任何人在规定海域进行渔业捕捞 这段时间的气温高 阳光充足 就更好地让鱼类得到繁殖 那修鱼期间 大伙想吃海鲜怎么办呢 咱们一起往下看 5月1号20起 渤海 黄海 东海 以及北纬12度以北的南海 含北部湾海域 就正式进入了修鱼期 今年的伏计修鱼期到9月份结束 修鱼期并不意味着就没有海鲜吃了 只是海鲜种类要相对减少 农业农村部规定了 今年伏计修鱼期间 有些品种是有专项捕捞许可的 但也不是随时都可以捕捞 作业海域 作业时间 作业传述 捕捞限额 作业类型 鱼具网目尺寸 和定点上岸鱼港等都有相应的规定 这些品种分别是海鲜 口虾菇 毛虾 鱿鱼 丁香鱼和几副鹤虾 说到这儿 不得不聊聊咱们辽宁相当有特色的海鲜和毛虾了 在我国 海鲜产地分布最多的是银口 有着中国海鲜之乡的美誉 银口地处渤海辽东湾畔 自然环境得天独厚 海域环抱成湾 日照温和 饵料丰富 水温适宜 特别适合海蛇生长 银口海蛇不仅产量高 肉质也非常饱满 这个就是咱们做的可以酸锅过吃的海蛇的原料 成长的海蛇皮 又粘的皮肉板好啊 然后除生率就高 特别那样热 除水量不是特别大 海蛇可以说是大海对银口人的丰厚馈赠 当然这里不仅盛产海蛇 更拥有完整的一二三产海蛇产业链 有近十万银口人 从事海蛇养殖 捕捞 收购 加工 贸易行业 我们像我们这大 这么样的一个加工厂啊 大概三千平左右 我们这个加工地 大概有六十个这种加工厂 如今银口人更是把海蛇行业 从国内拓展到国外 从东南亚到非洲 从俄罗斯到南美 世界各地的海蛇都运到了这里加工 又远消到世界各地 毫不夸张地说 银口已经成为了全球海蛇产业链的核心 这个就是日本海蛇 咱日本海蛇是进口过来之后 咱加工好以后再卖给日本 因为他们日本没有这个加工技术 而说到毛虾 毛虾就不得不提到咱大连瓦房店的毛虾了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瓦房店虾皮儿闻名全国 而原料就是所谓的毛虾 毛虾属于军生海洋生物 体态偏小 主要分布在我国渤海 以及日本海域 其中渤海湾产量最大 质量更是上乘 这里产的毛虾身体透明 眼睛和尾部偏红 生命周期极为短暂 属于渤海湾特有的品种 唐白菜山卖鱼卖 下的水到辽河口入海口 过来就那个时候就很小 完了它到那个时候到这边 边回游过来的边成熟 完了到这个地方它又可以产染了 所以地下结构可能不一样 因为下皮这个地方又是一个回游区 再到大海里就是一个鱼的耳料了 而且那个时候的口感就没有这个口感 它就比较硬了 挖房垫毛虾之所以产量高 品质好 得益于附近海域的岸礁多 形成了毛虾的回游地 尤其是和毛虾生长繁育 在这里打捞上来的毛虾 极富弹性 味道鲜美 全国60%以上的虾皮都产自这里 挖房垫虾皮加工历史悠久 古老的工艺手法更是风味十足 这种虾皮加工出来 认可的人特别多 都喜欢这种虾皮 我们当地人叫拉过眼虾皮 因为这种虾皮是屎的 一加工出来 这些量完了就可以屎的 这是虾皮 别的虾皮叫烘干了 叫什么这次不一样的 这种虾皮现在怎么说 是最古老的 别的地方都没有 只有我们这边有 由于没有工业化烘干 虾皮湿度较大 被称为湿虾皮 也是我们市面上常见的 无盐湿虾皮 口感在所有产品中都属上成 肉比较弹性比较好 比较软 而且皮更软 因为网店虾皮有一个特点 什么 一个是虾皮 这是红尾白色的 另外它的眼睛特别大 你看 全国的专家在那评审的 地理标志产品的时候 他们就共同有这个感觉 这个跟别的地区 是不一样的 在修鱼期阶段 除了这些可以补捞的海鲜之外 深加工产品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部在丹东东港的柳林村 一套价值200多万的加工设备 正在紧张地运转着 这个是高温消毒的 做那个深加工处理的 它这个消毒的时候 吃的能安全一些吗 都选择我们丹东的 这些小海鲜 比如说像蜆子 扇贝 还有就是尼罗 这些都有更新 来迎合各种客户的需求 丹东位于鸭绿江 与黄海的入海口 这里的水域俗称两魂水 丰富的淡水饵料和浅海滩涂 孕育出了很多肉质肥厚 味道鲜美的海鲜 而其中最有特色的 要属贝类海鲜 这个是咱们丹东当地的那个板螺 也叫玉螺 我们这当地老百姓叫香螺 经过清洗 然后吐沙 完了之后就是高温杀菌 然后再以后就是这种熟的 海鲜经销商们都会在休于期前 海鲜价格最合理 肉质最肥美的时候 将海鲜收购回来进行加工 每一样产品都保留了最鲜美的味道 对它们而言 开海或者封海影响不大 因为这些海鲜经过深加工以后 产品的附加值更高 收益也更好 煮大了就发硬 然后煮轻了吧 就是它是半生不熟 容易坏肚子吧 像我们这加工好的 它直接打开 当然就能吃了 这种非常方便于老百姓 就是家里来个客人 拿出来一袋花 就是一盘菜 除此之外 对于爱吃海鲜的小伙伴而言 选购近海养殖的鱼类 远洋渔船运回国内的鱼货物 冰鲜鱼 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 而且随着速冻技术越来越成熟 冻品鱼色泽口感 同新鲜海鲜相比 差距也不大 不得不说 休于期间海鲜不断大 没难度呀 家里养猪的朋友 可能对蓝耳病并不陌生 猪的头部 尤其是耳朵部位 变成深蓝色 这其实是猪比较常见的蓝耳病 今天黑土地 请来中国农业大学的专家 来为您解答蓝耳病 如何治疗 如何预防 最近有养殖户给我们栏目打来电话 说自己家里的猪啊 变色了 双耳边缘变成了深紫色 尾巴那块的皮肤也一样 而且不光变色 这些猪的精神头也不足了 就算把平时最爱吃的东西 放到眼目前 那都爱搭不理的 有的呀 甚至还发起了高烧 这可把养殖户急得够呛 那么这些耳朵变色的猪 究竟得了啥病呢 冯刺科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 动物营养学类专家 今天就由他来给这些病猪 把把卖 蓝耳叫做凡日障碍综合症 为了典型它去表述这个病的一个 离床特征 我们叫做蓝耳 所谓的蓝耳就是说猪的耳朵 发紫 发肝 发蓝 所以我们把这个病叫做蓝耳 蓝耳的话就是蓝色的耳朵 冯博士介绍蓝耳病毒 最早被发现是在20世纪初的欧洲 起初病毒是在野猪身上 后经过野猪和家猪的接触 传播到家猪身上 2006年左右 病毒传入我国 是一种传染性较强的病毒 在2006年 中国出现的所谓的高热病 就是第一次蓝耳病毒 在中国四年 所以从2006年之前 中国虽然零星的有一些蓝耳 但是还是还少 那么2006年 发源于湖南江西一带的 所谓的高热病 造成了这种蓝耳大范围中扩散 那么得了蓝耳病 究竟对猪有啥影响呢 蓝耳病有啥症状 就像节目开头说的那样 家猪一旦染上了蓝耳病 发病之后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 食欲不振 没有精神头 冯博士说 除了这些 蓝耳病还有一个症状 那才叫可怕呢 据统计 得蓝耳病的母猪流产率 已经达到了70% 即使没有流产 生下来的子猪大多活不到断奶期 死亡率高达50% 所以这个病对母猪的繁殖系统 影响是相当大的 您可能好奇了 危害性这么大的蓝耳病 有没有办法预防呢 蓝耳病如何防治 因为基本上除了蓝耳 其他的疫苗的成熟度已经非常好了 因为蓝耳的疫苗并不是很成熟 大家对疫苗的使用是随在一些犹豫的 我相信我们的客户 我们的农户也是有这些 有的打蓝耳 有的不打蓝耳 有的打死苗的 有的打弱度苗的 所以蓝耳会经常会发生的 冯博士告诉我们 蓝耳病并没有非洲猪瘟 那么强的传染性和致死率 国内目前针对蓝耳病的疫苗技术 还在不断攻克 如何治疗蓝耳病 他也给出了他的建议 第一的话可以用这个疫苗 无论是你用死苗和活苗 当然现在国内的话 这个疫苗质量也在提升 一些C的方式也在突破 目前我们看到 还是有比较可洗的一些 一些C的疫苗出现 它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第二的话 它可以用一些抗素来去处理它 还是有非常积极的一些效果 尤其在现场 大家已经比较公认 一些效果 比如说用提米考型 去处理蓝耳 那么现场的话 还是有一些比较积极的效果的 有句老话说 家财万贯 带毛的不算 养殖业上最怕的就是得病 在这里提醒咱养殖户 平时一定要多做好管理 坚持自繁自养 建立稳定的种株群 不要轻易的饮种 注意养殖环境 干净卫生 这样咱养殖户才能安安稳稳的把钱挣到手 下查地准备种萝卜的乡亲们注意了啊 萝卜选个啥样品种好 在市场上能卖高价呢 跟着胖鸭去看看 胖鸭你扒了啥呢 我挑刺呢 挑刺 这萝卜哪有刺啊 你挑啥刺啊 哎呀 这不嘛 这萝卜哈 水一大就爱裂 我得看看它有没有裂的 那裂的商品性不好 那都不好卖啊 这个品种就是比较耐裂啊 因为它这个果啊 都比较小 基本上呢 都是在那个三到五斤左右的啊 你等如果说一其他的一些品种呢 啊 不耐裂的情况下 下完雨以后 水分一吸收 然后就开始裂裂炸裂了啊 啊 你这是在别人家地里 看裂裂多 上裂来找来了啊 可不咋的呢 你找不着 我这正观大口很少 你不用找了 最主要的哈 还得是好吃 不好吃市场也不认呢 对 现在从感官上看 正观大红卖相 绝对没问题了 咱俩一会切开一个 尝尝 看看这这个大红 咋样味道啊 来 看看它脆不脆 哎呀 这皮真薄啊 你看这果皮多薄 看看 看这个红色 啊 像一张纸的哈 特别薄 这个果皮啊 你看 对我 我都听到这个脆点的 老脆点的 一般这大红萝卜 哪有说 切开就吃的 都得是炖的 没有新辣味 而且最主要啊 特别脆 水分足 里面没有这种出现 不糠 对不糠 不糠 特别好吃 这是真不辣呀 这要辣的情况 看不能吃这么多 好吃 好吃哈 大小适中的蒸罐大红 口感好 不辛辣 那在市场上好不好卖呢 为什么叫蒸罐大红呢 它是属于这种大红颜色的 啊就是从可以看到啊 现在从这个光线啊 我们离进手远手 它都属于红的已经粉光了这种 它是属于这种小顶小根的啊 这是小顶小根的啊 一般的时候我们这一类型的那个 呃果形呢 在市场上呢 是比较受欢迎的 它的这个果呢 非常均匀 基本上呢 都是在 呃三到五斤左右 咱们这个蒸罐大红呢 首先一点抗命性强 还有一个 它就是这个呃 耐裂果性也是比较强的啊 咱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 收地的时候呢 呃 几乎上就是很少有这种 那个裂果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呢 咱们这个蒸罐大红呢 它在市面上的这个呃 销售啊啊 是比较比同类品种要好收的 如果说在这个市场 比较缺的情况下 会出高价收购 颜色好 果形正 大小失踪 母产一万四到两万斤的蒸罐大红 乡亲们 您相中了吗 在铁岭市房河镇 要王庙村 一个黄瓜大棚里 一进门 就能闻到满园的黄瓜清香 那黄瓜种的 水灵的 直溜的 看着招人稀罕 一看棚主人 都没少下功夫 是不 我和摄像小赵呢 特意去学学 看看人家的黄瓜 是咋中的 哎 开会啊 开会 开啥会啊 这哪有人呢 咋没人呢 你我 黄瓜 齐了 开 行行 开了 嗯 那你说说吧 不是 怎么这 这 静音了 画面卡了 嘴站住了 说话呀 说啥呀 你说黄瓜为啥长这么好 这我哪知道啊 你问我呀 我这行 他叫万国君 铁岭市凡和镇 要王庙村人 种黄瓜已经有25个年头了 每天浇水 施肥 落秧 管理 忙得团团转 可效益始终提不上来 直到去年 他听说同村的王冬杰 吃中了一个黄瓜新品种 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赚得是盆满钵满 这也让万国君又看到了希望 他都送我家来看来了 他说瞅着这黄瓜表现的都不错 完了还抗病 抗病 我这刮黄瓜刮刮能力还强 完了他们就都种了 有功了 有功 像示范棚了 今年又种了 今年又种了 今年收入的比去年高 高 肯定 6万多 你看这一看有底细 6万多 马上就 这些语气都不一样 什么品种 这个韩翔666 还挺好我就种了 品种真挺好的 做果率还高 口感还好 口感 你吃口感也好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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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啥时候开始种的 11月20号定职 那可赶上好时候了 春节前后老贵了 我这个黄瓜 价钱贵 嗯 是 够你挣的了这个黄瓜 是 那天挣的钱了 挣的钱了 产量还不错 反正不错 差不多4万多级了 韩翔666 不但连续做瓜能力强 颜色也更为浓绿 万国军今年试中的 这一旁黄瓜呀 成了活招牌 吸引了不少当地种植户 前来参观学习 对呀 不少户都要住了 对呀 你看这来多年都要种这个 没啥这个特殊的病害 是吧 没有啥病害 嗯 就长势特别好 长势特别好 比其他品种比呢 其他品种又不行 不行 爱得病 这个 黄瓜病容易多 我是吧 双眉灰眉的 双眉 黄点子病 可多了 这也没有 没有 今天蓬树特别满意 这一瓜呢 适合冬春茶 11月24号定制的就属于冬春茶 所以这个品种呢 月下 秋燕 早春 都可以栽培 不挑地 它是11月24号定制的 看算了多长时间了 大半年的时间了 有产量了 现在都到拉秧阶段了 要不是咱们来 这个让人参观啊 都到了这个 已经霸原了 还这么高的产量 我看着农户说啊 它这个高的时候 一个棚啊 不到一亩地啊 一天下个1700八百斤的 所以说它这个产量非常高 再一个呢 这黄瓜你看到现在 还属于清枝绿叶 而且它这个颜色也非常好 就是好迈 都舍不得霸原呢 现在 我总结一下啊 我上次吃这么好吃的黄瓜 还是在上次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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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断你 诶 你这个 说的是话吗 诶 诶 这挑小毛病 我的意思是啥 你知道吗 上次吃的也是韩香溜溜 也这么好吃 这就对了吧 对了吧 这黄瓜我跟你说 不挑人不挑地 你看 谁这么多好吃 诶 这个聊聊 怎么还吃不上来呢 咋的 咋还记录啊 剩下给你 来啦 海城望台村有个种植户老徐 种的年苞米可好吃了 抗岛好吃卖价海糕 苞米还没熟呢 都订走了 咱们去看看 啥品种这么好 这位收购商可是一大早啊 特意从霸鱼圈赶到了海城市望台镇的望台村 就是为了能够收到质量好 受消费者认可的年苞米 你看这大苞米地 你看看啦 我一拔 你看看这大苞米 你看好不好 你看 链挺齐啊 看看这大苞米 这片苞米地的主人叫徐维金 今年64岁 他家的苞米啊 还没成熟呢 就已经被订购出去了 您听听这语气 可是带着满满的自豪感呢 哎呀 就是天天来 一天都来三个是恶熟苞米的 整着抢着来 人家给九毛他给一圆 这苞米好卖它好吃 从种那天就定位 早早就定了 没种的 没得就定了 不用去找饭出去 自动上下就来了 人口大吃小的 看你这都来 原来啊 徐维金家种的苞米品种 叫锦诺6A 因为去年是第一年试种 心里也没数 到底好不好 所以呢 也没敢多种 没成想啊 到后期根本不够慢 所以今年 徐维金直接把十亩地 全都种上了锦诺6A 在古雨前后 有一场爽冻 咱们种的时候 都得躲过这场爽冻 咱们以前种那个 早早就都冻死了 一除了那苗就冻死 这个苞米 它70天就成熟了 它用不上 那时候早种了 4012号就种 这一年它能种两茶 因为锦诺6A 生育期短 上市早 徐维金尝到了抢市场 卖高价的甜头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苞米啊 从来没卖过这个价 上市场 最低达到一块五 现在说话 头两天 人家两块钱一帮你 好的时候 你头一个礼拜 头五天就卖两块钱 这苞米一亩地 生一千多块钱 能生一千多块钱 你看这大地 那黄苞米 那一亩地 能生个三头二百 玉米种植户们都知道 种年苞米有个缺点 根系浅 爱岛福 那锦诺6A有没有这个问题呢 咱们这个根抓地的牢 你看这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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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成 这都双层根 它那份 它不抓地 就一层根 就真大意要团根 咱给皮儿薄一的时候 还真处理 这不薄皮 这上边 这都这足 这都赶上 鹅蛋出来 这生气 种上啥事 不管了 这就 就抄得要钱了 这就 就抄得要钱了 那就抄苞米 要钱了 而且锦诺6A 不光商贩 爱收卖价高 节杆搁下来 还不浪费 家里养了牛啊 羊啊的乡亲们 可以当做饲料 适口性 特别好 这山野菜 进大棚 不出奇 但说到统一技术标准 种野菜 可不多 大部分呢 以为这个山野菜 就是地里一洒 随便炸 那不行 要想应对 更大的市场 必须得统一标准 怎么做呢 我们去西风看看 说到铁岭市西风县的山野菜 因为高山林地多 生态环境好 山野菜 在这里的资源特别丰富 16岁就开始收菜的王刚 最开始主要靠收购山里的野菜 不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王刚意识到 山林里的野菜 早晚都有采完的一天 为了将来的发展 他决定自己来种山野菜 近些年来 由于野生资源的匮乏 我们公司把山野菜 移代到大田 大地和大棚当中 去种植 自己种菜 这听上去简单 但实际做起来却很难 因为自己种 凡事都要操心 不仅要考虑种植规模 还要计算投入成本 在尝试了一段时间之后 自己种植山野菜的计划 就失败了 既然自己种行不通 那就再想别的招 这回王刚想到的办法 还是收购 农户手里的山野菜 只不过模式变了 我们公司给提供种植化肥 包括回收产品 模式虽好 但周边的村民 以种植玉米为主 对于种植山野菜来说 大伙的意愿并不高 为了打消一律 王刚赶紧雇佣了一批村民 到合作社打工 还别说这个方法 让不少村民动了心 头三年我就给他家种 就种了 这那时候打工厨艺不容易 给他种植山野菜 效益挺好 看到了山野菜的前景 村民们的种植意愿 也上来了 可随之而来的难题也来了 因为报名种植的村民 有五十多户 这人数多了 菜的质量就不好把控 为了统一山野菜的标准 王刚决定提供技术服务 他要求每个农户在种植山野菜之前 必须在大棚里铺设一层松针 它的作用是提高土温 增加它的保湿 利于出苗 种植以后三天之内需要高温 但是也不过于过好 地温在30度左右 棚温不能超过35度 这儿的话有利于的蒙法 也为后来高产地打下坚实的技术 种植来年以后 能变成优质的有机肥 还可以起到蝗虫的作用 能是真正的绿色无控害的种植 同时农户也按照王刚的要求 在每个大棚里铺设了滴灌设备 再由技术员负责安装水肥一体化设备 每套设备都被放置在大棚的外边 农户使用时只要开动阀门 水肥一体化设备就开始工作了 有了滴灌和水肥一体化设备应用 技术标准就统一了 现在王刚要做的就是验收工作 这天村民邵丹丹家种植的山野菜到了成熟期 闻讯赶来的王刚赶紧跑到邵丹丹家的冷棚里 查看山野菜的长势 现在土壤湿度给你测一下 是69 近期不用浇水大概一周之内不用浇水 然后等你检测到55以下 然后就得考虑浇水 看那叶片长出来可以吧 现在采有点早准备得在一周以后吧 检测完土壤的湿度王刚又看了看叶片 他发现山野菜叶片有些发黄 这种症状就是缺少营养的表现 不过对于山野菜的整体采收质量来说 影响并不大 看到王刚确定山野菜并无太大的问题 这让邵丹丹长输了一口气 今年高家店镇荣安村的村民邵丹丹 承包了30栋冷棚种植山野菜 按照合同 每亩产量7000斤 两元一斤销售收入14000元来计算 除去棚内用肥 雇人除草 采摘等成本 他每亩山野菜的纯利润能达到5000元 我今年种的有大耳毛 柳浩芽 还有三季菜 过去还有几个棚子种点 准备种蒲公盈 收菜时他们直接上门来收购 种这个我们农户挺省心省事的 这个棚子能产4000多斤 效益挺好的 为村民提供种子肥料先进的种植技术 从种到收都有全程服务指导 这种模式让村民们吃了颗定心丸 不少村民见到效益的同时 也扩大了种植规模 我这棚子现在四十个棚子 陆地还有七蓝股地 我去的营工什么 去的啥会挣钱呢 今年投资得60万左右 今年能减着钱 60万那个投资本能回来 反正一目的还能挣个2000来块钱 这种重点是肯定行 要不行的话 我也不能扩大鬼门这么重 我们公司目前以50多万农户进行合作 跟我们合作的农户都得到了很大的经济效益 王刚通过转变收菜思路 提供技术服务来带动村民们种菜 这一套计划操作下来 还真实打实地为村民们带来了效益 看来这小野菜还真种出了大全景 山野菜啊好吃 没啥热量 养生健康 这些年呢比较火 但野生资源有限 相对需求量也比较大 还是太少工不上吃啊 这就酝酿出一个庞大的工房市场 辅顺张党镇的高丽村大伙抱团 人工种植山野菜发展出一条不错的制服路 六月初辅顺张党镇高丽村的山野菜 陆续开始上述了 上述是当地的行画 意思就是山野菜不再是嫩芽 而是窜了高不能再吃了 但村里的老徐每天还是能接到订货的电话 要多少啊 就五六块五六块钱一斤 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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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徐名叫徐培丽 今年58岁 眼前这六十多栋大棚 种的都是山野菜 大叶芹 猫爪子 刺嫩芽 决菜等等 一天比一天热 他的冷棚也都撤了塑料膜 只剩下遮阳网 即便是进入尾声 可还是有人想吃这口 要说老徐啊 是高丽村山野菜种植的第一人 也是种植大户 临下种植面积两千多亩 去年又盖了六十多栋大棚 就这个规模 他的山野菜还是不够卖 还在想着发的多种点 这个是咱们经营 就是说 那个那 没采它的菜 咱们又挂着 要它秋天 要它的种子 你要是采菜了 秋天 上秋天也有种子 但是有种子 你比较少 咱们就还有一部分 就雷下来什么等等 地方去这个种子 咱把这种子采以后来 再种那个 那个雷下 完了还有了一部分棚 还有那个种的这个 种 山野菜的季节性非常强 目前还达不到全年种植 从开春到五月份 短短几个月的生产时间 产量和经济效益都很可观 棚里面的也一百多五 都加 加这些都加 就十了万斤 按照收尾时期 五块钱一斤来算的话 十万斤的山野菜 毛利润达到了五十万 别看收入挺高 但实际上 只有身在大棚干活的人 才能体会到 这钱赚的有多不容易 带着农业投资吧 它并不是风险大 而是它是周期太长 一百年是耐不住寂寞 你说五年 甚至你说五年 八年它都看不着力 像比如说吃骨架似的 那小苗这么高 你栽上 你细苗一年 你再栽上 等着来吃骨架菜 最少五年 一百年就耐不住这个寂寞了 在老徐的带动下 现在村里有两百来户村民 都在种临下山野菜 面积达到五六千亩 而且每年不断地有人加入进来 逐渐形成了全村的富民产业 大家一起抱团发展 高丽村的自然环境 适合山野菜的生长 生活在这里的乡亲们 对山野菜也有一种亲切感 这不仅是一种菜 也是对过去生活的怀念 情感的寄托 如今 消费者对健康食材的追求 让山野菜有了更大的市场 让乡亲们有了致富的好项目 而这也离不开国家好政策的扶持 现在对临下经济发展 有时候种橙梁的时候 一目的给补一二百块钱 或者给你补苗 以前开荒 开树 这几年的天野林进发 对不对 完了推广化林 对不对 这也是自然环境越来越好 这前不两天 我们还来当时还看到 大泡子领的小泡子 跟山野泡 腐顺的好山好水 滋养了这些小小的嫩芽 高丽村的乡亲们 世世代代生活在山脚下 保护着这片大山 也从山中得到了实惠 做到了生态效益 和经济效益的坚固 可谓是人不负青山 青山不负人 好了乡亲们 今天黑土地的全部内容 就是这些了 黑土地呢 城邀农资经销商朋友们 一起加盟合作 加盟热线4006818801 咱们有好产品 好技术 还有经销渠道 能败水水 好技术 好煩 好技术 好技术